这是一头神奇的猪 它吃什么就能拉出什么 吃一颗珍珠就能拉出更多的珍珠 这种珍珠有着无穷的能量 公主的皮肤之所以这么白 就是因为它每天都用珍珠洗脸 这里是谬星球 谬星人常居于此 他们世世代代靠着打捞珍珠为生 过着和谐安稳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道道裂痕 是外星文明的战队 大量的飞船坠毁于此 谬星人结盟躲进一个飞船内 关门的小弟一紧张 把门把手摆折了 公主来晚一步 被关在了外面 在最后一刻 公主用尽全身力气 把求救信息传递了出去 特攻瑞恩被惊醒 她以为是个噩梦 归分劝她别乱想了 因为两人很有任务 他们要阻止一场帮派交易 瑞恩来到一个未来集市 这里看似是一片广袤无言的沙漠 但是戴上VR眼镜 就会出现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大都市 同时交给瑞恩一个转化器 通过它就可以拿到另一个维度的东西 瑞恩来到了交易地点 发现这里有梦里出现的谬性人 他们的交易已经弹崩 瑞恩拿枪抵住老大的后脑勺 瑞恩借机拿走了他们要交易的箱子 可能瑞恩要撤离时 转换器坏了 手拿不出来 瑞恩上前帮瑞恩修理机器 眼看一只狗子冲了过来 机器修好 瑞恩拔出了手 可是老大并不罢休 他放出了一只更大的狗子 狗子刀枪不入 众人没得办法 危机关头 瑞恩只能卖掉队友 跟瑞恩跳上了飞船 瑞恩打开了箱子 原来是一只神奇的猪 它是宇宙中最后一只转化兽 瑞恩给它吃下一颗钻石 只见它拉出了更多的钻石 怪不得这么多人想得到它 瑞恩也对没有星球充满好奇 他想查询没有星的信息 可是提示只有指挥官才能查看 这里面好像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未来的世界 人类与许多外星文明建立了外交 有像人的 有像狗的 总之五花八门 各种文明共同建立了一座城市 名为千星之城 在这里生活着三千多个物种 各种生物和谐共处 瑞恩跟贵芬找到了指挥官 指挥官告诉他们 千星之城出现了一块未知区域 只要进入就会丢失信号 存在巨大的安全野荤 他想尽快炸毁这里 随即他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 可就在这时 谬星人冲了进来 他们劫持了指挥官 瑞恩开始站阶前去追赶 眼看目标就要进入未知区域 瑞恩发射抓钩 想控制谬星飞船 可谁知对方马力太大 瑞恩直接被拖进了未知区域 生死未捕 瑞恩找到了甘锅鸭 他们无所不知 甘锅鸭告诉瑞恩 有一种水母可以帮他看到的位置 他们下海抓到了这种水母 瑞恩戴在头上 果然看到了瑞恩的位置 瑞恩终于找到了瑞恩 他给瑞恩喂下一瓶快乐水 瑞恩立马醒了过来 这时将军发现了一个被求见的没有行人 看来指挥官有事情瞒着他们 这边 瑞恩突然发现一只漂亮的蝴蝶 他伸手一碰 被钓了上去 原来是食人族在钓鱼 瑞恩被食人族抓见了城堡 一旁的王子不停地让瑞恩试穿衣服 这让瑞恩很是无语 任凭他怎么谈判 王子就是不说话 瑞恩很是生气 瑞恩追了过来 这里戒备三言 他得想个办法 瑞恩突然想到了魅惑者 可以借助他的帮忙潜入这里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她每做几个动作 就会一件换装 有时性感 有时优雅 但你肯定想象不到 他长这样 他叫小兰 是一名魅惑者 在瑞恩的好言相劝下 小兰同意帮忙 他们来到了食人族的基地 小兰附成在瑞恩身上 变成了食人族 他们成功打进内部 食人族的国王正在见餐 他吃一口吐一口 没有一个符合他的口味 此时的王子给贵芬画了张大饼 贵芬顶着大饼来给国王送餐 国王一看 瞬间有了食欲 原来他想吃掉的是贵芬 危机关头 瑞恩急着出现 还顺带斩杀了国王 瑞恩现出原形 击退了国王的守卫 又一波士兵冲了进来 瑞恩拉起贵芬往前冲去 就在交锋之际 他们跳进地下管道 逃了出去 可是小兰受伤严重 不幸去世 瑞恩跟贵芬来到了未知区域 他们在这里看到了谬星人 原来他们的星球毁灭后 一直藏身在这里 谬星国王告诉了瑞恩真相 30年前 人类跟一个文明发生大战 人类损伤严重 接近一天就牺牲了50万士兵 指挥官只能下令发射巨变导弹 下桌仿苗了旁边的谬星 发现星球上居住着高等生物 但是指挥官不以为然 下令对敌方发射了导弹 一旁的谬星也惨到毁灭 而指挥官是发现了团活的谬星人 所以想扫平这里 毁灭一切罪证 贵芬听完 将转化兽还给了谬星人 转化兽吃了一颗珍珠 拉出了一地珍珠 珍珠给飞船加满能量 制造出了跟谬星一模一样的风景 此时 军队已经向外面包围 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 没有星人围成一堵墙 不让他们靠近半步 将军在得知真相后 命令士兵撤退 可是突然 受指挥官命令的机器人开始狂暴 指挥中心也被机器人袭击 倒计时重新被启动 关键时刻 一番冲了过去 在即将爆炸的瞬间 按下了停止按钮 机器人最终也被消灭 没有星人开始充满能量的飞船 消失在了浩瀚的宇宙中 指挥官则被捆绑起来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不管面对的是低等生物 还是高等文明 如果丢失了最基本的良知 那只会多行不义 必不必